1943年春,许世友在婚礼上兴奋地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拳法 可为何又转身向着新娘子连开了三枪呢? 自从宛南事变后,我党交东抗日根据地形势严峻 危急关头,毛主席派出新副爱将许世友到了交东军区,主任司令员一职 1941年春,许世友带领着独立团挺进交东,扭转了战场局势 然而许大司令每日只研究如何打仗,常常无人照料生活 就连吃饭也都是鸡一顿饱一顿的,那衣服更是没有时间洗 战友们看在眼里,便在私下里商量 是不是应该给司令寻觅一位家人呀? 就在此时,后勤部长给许世友送来了一双新鞋 说是被俘场里的一名叫田明兰的姑娘做的 许世友接到后说,手艺不错啊 而后勤部长似乎也找到了突破口,询问 要不要给司令介绍一下,万一人家姑娘愿意呢? 许世友则说,人家是小姑娘,我可是大老爷们了 后勤部长也劝道,那你不是说婚姻自主吗? 那么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 在战友们的撮合之下,许世友与田明兰相识了 并且迅速的陷入了热恋 在此期间,田明兰又送了许世友一双雍军鞋 而许世友则回赠了一个子弹头,作为定情信物 许世友浪漫的说 这是万元保卫战时,敌人打进我肩膀里的 我用刀尖抠出来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身边 而田明兰听后也十分感动,一直珍藏着 1943年时,在大家张罗之下 许世友与田明兰举行了婚礼 这一年许世友38岁了,田明兰19岁 这场婚礼的仪式非常简单 也只是邀请了几名战友 可能是太高兴了,许世友当场表演了一套少林拳 后来还在战友们的呼声中,又表演了自己的特技枪法 因为这是自己的婚礼,许世友便邀请着新娘子当助手 只见她将手边的花分别放在了田明兰的头和两肩 啪啪啪三声枪响,花被打断,吊到了地上 许世友则哈哈大笑,表演不好,请提意见 来宁们无人不拍手叫绝 那么在婚后,许世友夫妻二人还发生了哪些趣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许世友田明兰新婚后不久,许司令就再次回归战场 而田普也成为了许世友的生活秘书 一路跟随着丈夫南征北战 在此期间,许世友曾提出过给妻子改名字 希望她能像普通人一样,于是改名为田普 新中国成立后,就在一切都将稳定时 朝鲜战争又爆发了 许世友被调往了朝鲜前线 而田普因为怀有身孕并没有跟随 临袭前,许世友交代 如果是男孩就叫元朝,女孩就叫抗美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 等许世友回到家中时 许元朝已经能拿着小木枪到处跑了 许世友感叹妻子为家庭的付出 曾公开感叹道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娶她 1985年,将军与世长辞 妻子田普按照丈夫生前遗愿 整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并且汇集成了许世友回忆录一书 当田普回到许世友老家看望时 无意中发现她的家乡正是田普乡 田普会心里想 原来丈夫给自己改名字 不仅是为了让自己做普通人 还有着怀念家乡这层含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秀